其實我想說一個點是 高比整個籃球職業生涯都很偉大 特別 其實我最喜歡他最後一場球 很典型地勾芡了整個職業生涯的縮影 你有沒有看最後一場球 打了60幾分 他一共拿了60分 但起手了50幾次就60次了 你看看他很棒 但那時候匯人已經變成魚籃球隊了 那個就沒得說的 因為那時候屬於叫什麼 高比是連續受傷了兩年 接著他最後一年那個相當於循環演出 即是高別賽 高別賽貴了 大家最後一次 不如你客場去亞特蘭大 你亞特蘭大最後一次見到他了 大家再見 上一年都有 上一年就是那個DV 就是 賣密的3號那個 閃電客 你零贊助 高比除了他籃球職業生涯之外 其實很值得說 就是由他退休16年到現在 2019年或者2020年這3年的 或者其實應該說 他可能在之前已經搞開了 不過他就沒得打球了 就專心搞那些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是很幸運 還是很反映他個人的求勝的慾望 他其實是賺了很多錢的 在籃球場以外 即是說他其中一個 畫片 那些叫什麼 拍片 短片 短片 那些是不賺錢的 他是投資的那些公司 即是他投資了其中一個 最出名的就是 一個類似那些運動飲料 接著到最後是 不知道多少億賣給可可樂的 所以說他一個人是 代了一億幾兩億的 即是他整個職業生涯 其實賺的錢 我講的稅前 都是3億多而已 他打了十幾二十年波 你知道嗎 但是他只是那個可可樂的交易 他就賺到一億幾兩億 就因為他十年的收入率 特別他的收入是 屬於NBA的高收入率 最高收入 當時來說 都不夠他那個 這個運動飲品 這個多 他只是其中投資的一間公司 其中投資有很多其他公司 因為你知道 就是他不只是高給一個人的 還有現在屬於半退休狀態 準備回來那個勇士隊那個 你記得勇士隊第一年 拿冠軍那個MVP 即總結了MVP Andrew Iguodala 以前也是在費城打的 又是叫AI 因為他initial也是AI 他也是那些 即是說投資很成功的球員 即是因為他們 無論是洛杉磯也好 金州勇士也好 都在 叫什麼 龜谷那個區域 所以很多投資的機會 即是投資初創公司 是 STARTUP在那邊是很多的 是啊 然後 你講 但是你說 飲料公司 就不一定需要在那裡的 是啊 因為加州勁是影響他的科創公司 但是其實 飲料公司只是其中一個大家知道 因為他被可可收購了 就像當年什麼會員果汁 差點被可可收購了 你一旦有大公司收購就出名了 那天只是出名的 不一定是雜資最多 可能最多是其他人不知道的 因為你知道投資的東西 就是直到有一間大公司收購你 你才可以兌現到你的價值 如果你還是一間 屌屌屌的公司 沒有人理你 那你可能甚至乎是負資產 你還要自己扔錢 然後救回一間公司 就說他在投資方面 其實應該是挺成功的 所以為什麼你坐私人飛機 什麼時候會飛機 可能趕著去談些什麼 他什麼參加比賽 還有他跟另外一個人 還有他的兒子 也不知道他的女兒 就是他的朋友 還有機師 還有其他我暫時不知道是什麼人 應該是玩的 你什麼還是選擇在最惡劣的天氣 開直升機 不知道是不幸運還是怎樣 這天應該跟他的性格有關的 你會發現其實很多有錢人 都會死向開飛機在上面 嗯 你之前說過什麼 李斯特成的泰國那個老闆都是 他是開哪一種飛機 還是直升機 都是直升機 都是直升機 因為我之前聽我朋友說過 我的朋友就不是有錢人來的 我的客戶就不是有錢人來的 不過我的客戶的朋友就有錢人來的 那他那個人就在新西蘭就玩飛機 然後他玩飛機的玩法 就不是好像正常 我們理解的那些 正常的開飛機 他直接就飛飛飛飛 飛到一定的高度之後 就一個苦衷衝落了 接著再拉拉上去 他就這樣玩飛機 有錢人就或者成功人士 但是你說這個 等等 你跟他的死人沒有關係 他就說這件事死了 我意思是說他們有冒險精神 比較有自信 比較喜歡吃 可能他們覺得 哎呀 來到底風和入例 駕駛飛機又是感覺的 天氣不好 我那部飛機 朗朗朗朗朗 才顯得我厲害 他是載飛機的 我們也有個飛機師朋友 哎呀 你記不記得我們的飛機師朋友 我們的飛機師朋友 記得我們有一次 我們不是天棒燒烤的 接著呢 接著我們的飛機師朋友在電梯 做什麼事 你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做什麼事 他在電梯裡面不停跳 大力的隔離 你覺得飛機師朋友在飛機做 其實是二常的不是飛機 是摩托車 加了一個影 為什麼你的飛機師朋友的影片 還沒上到Youtube 在電梯裡面銀的影片 他不是銀的 他是跳的 不停泰你跳 然後就打到 當時你腳都銀 在那裡 他那時候在你家裡有沒有做過這件事 看到嗎 在電視察旁邊那件事 還是從天上 在我家裡有沒有做過這件事 反正我印象中 記得他在我姑媽的家裡做過這件事 應該是想做這件事 被他按照著 年紀大了 怕死 所以其實 你那些飛機師很有冒險精神 那些有錢人和成功的人 他是特別喜歡這些困難和刺激的 其實這些我個人認為是性格來的 好像我的按照不成功的人 我就有很嚴重的 很高的風險 當你感覺到你有風險偏好的時候 都告訴你 你們其實是來成功不遠的 或者你們已經成功了 是的 你們來死不遠 是的 好像你們這麼嚴重風險的人 你放心 他們應該這輩子 包括我在內 都沒有什麼機會發揮 最重要是我不死 就是怕死的都不方知以後有發達 是的 因為我發現有些很多成功的人 他們真的喜歡刺激的 當然刺激來死有多遠的等級 會有些不同的 有些人是喜歡玩 他衝得很高的浪漫 就好像剛才說 就有人喜歡玩飛機 玩飛機還玩苦衝他的飛機 然後有些人喜歡玩逆裝飛行 這些都是有錢人玩的 死很多人 不報出來 之前不是說 就是澳洲有一個有錢人去泰國玩 然後海邊不是有些放那些降落散的 就是他不知道怎麼把你拉高的樣子 那個人就是這樣死了 那是太刺激 這些東西你給我絕對不會玩的 我絕對不會玩那些腳跌不到地的東西 其實你剛才說這個也對 因為剛才說這些高風險 所以才能讓他投資這麼成功 如果給你 你可能就不敢買那些飲料 他玩的那些 你說等於 你扔了整副身家 落某些東西 你也是玩刺激的 你賭場那樣 一次 你只有100萬 你訂了100萬 落一些東西 其實未必的 我覺得這是他自己的選擇 因為HBO有個劇集 他就叫The Ballers 那個劇集就是那個巨石強生 Rock Johnson 然後他就在哪裡辦 其實他就說他們的退役 他們的運動員 他會專門為運動員 去做理財的一個機構 不是一個 是很多這樣的機構 因為美國的運動很發達 其實很多的運動員 其實就是 你在役的時候 就賺到很多錢 但是退役的時候 就要貧困撩倒 我之前有隻黑佬死了在雞兜 進去換 他好像沒有死到 沒有死到 沒有死到 King Kadasan 那個妹妹的以前的兒子 是啊 他整家人專門 找NBA名稱 Lamark Odom 實在是嗎 我現在已經不行了 現在已經40歲了 沒有人錯了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他們是這樣的機構 是幫他們賺錢的 我相信他們的機構的投資風格 或者投資的一個風險級別 其實是運動員自己選的 不過我估計 他那個跟你說的有點不一樣 高比那個 是直接跟另外一個人 成立一家公司 就叫Bryan 他用自己的名字來 什麼 Bryan什麼東西 就是拿他兩個人的姓 來組合成一個公司 很多這些公司 就是如果兩個人 成立一家公司 都是拿你的姓來成立的 如果費特拉 和Nadel成立的公司 就叫費特拉加Nadel F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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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叫做創業 你剛才說的是穩定投資 那些 他其中是煩的 因為他做很多東西 像James那樣 他也做很多東西 他又做什麼 運動員經紀公司 他又做那些 當然有很多東西 不賺錢 例如唱歌 那些黑人歌手都喜歡唱歌 我都說自己可以做歌手 對 黑人 要Rap 那時候 就是要跳Odeo 又要跳街舞 又要唱歌 罰首好像要唱歌 大家都覺得 就是好像周星馳 那個什麼 少爛足球 那些 小爛足球 那些 覺得自己要做什麼 舞蹈家 要做什麼 那些黑人 覺得自己的歌手 和那些Rap那些有什麼不同 我又會講話 我又這麼欺負 我們又懂得按 我們又懂得彎腰駝背 你講的 如果你這樣講的 他就不是理財公司了 他是直接做到VC 他就是合夥人50%股份 他跟另一條人合分去做 可能另一條人沒那麼有錢 但可能會有些辦法 或者會獨到眼光 總之到最後來說自己賺了錢 因為我記得高比是上 因為你知道我經常看財經節目 他上過這些節目兼的 當然主要不是說他的投資 一半以上都是說他 退休之後什麼生活 這樣那樣 大過說兩句 跟財經相關的 他現在其實沒有了職業 他退休了 他都不是運動員 他就說什麼 你看到那些朋友圈的人都經常說 高比 04點出去練球 然後他就說他現在都是 保持這個習慣 很早就去他自己公司 或者我不知道公司是否他家裡另一間房 就是這樣 那東部和西部有時差嗎 早點起床都正常的 不是有西部時間 不是他西部時間 在紐約 紐約在東部 他現在搬到紐約嗎 他現在不是住在洛杉磯 不是啊 洛杉磯的4點 等於紐約的7點 我們說錯了紐約的4點 不是紐約快一點 越是東越越快 馬上越來越來越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